在1996年,一架英国航空的航班破纪录用时两小时53分钟,从纽约抵达伦敦,不过如今乘坐同一航线的乘客至少要在空中花费6小时,记录时长的两倍,那么为何当整个世界加快步伐时,商业航班是否已经落后? 然后,在1970年代,英法共同制造的协和式飞机开始运送乘客,穿梭往返于纽约、巴黎、巴林和新加坡等目的地,该机型能以2000公里的时速飞行,这是普通客机时速的两倍。 然而,由于这个时速比音速还要快上800公里,给地面上的居民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困扰。 当物体以超音速移动,它会产生连续移动的冲击波,也就是所谓的升震。 升震会发出巨大吓人的噪音,同时造成窗户震动,使建筑物部件发生脱落。 一架飞在15000米高空的航班可以影响到下方直径为80公里内的地区,因此遭到协和式飞机航线周边居民的控诉与忧虑,而将飞行限制在跨海洋航线。 因为这些限制以及其他的燃料和技术需求,超音速飞行对航司和乘客而言就变得十分昂贵。 一次跨大西洋往返的费用相当于今天的一万美元。 自2001年911恐袭事件后,人们对航班需求的减少给航空业带来了额外的压力,高成本使其不可持续,协和式飞机也于2003年退役。 因此即使有超高速航班存在,他们也不适用标准商用飞行。 同时我们可能会想,随着航空技术的进步,提高飞行速度的成本会降低,事实却非如此。 其中一个最大的担忧就是燃油经济性。 过去几十年,喷气发动机变得更加高效,它们能吸收更多空气并获得更大的推动力。 每升燃油支持的航程会增加,然而达到这一燃油效率的前提是保持时速900公里左右的飞行。 协和式飞机时速的一半,再快就会增加进气量,并在每公里的飞行中消耗更多的燃料。 一次标准的跨大气氧航班仍要使用多达15万升燃料,占航空公司总支出的20%以上。 因此任何燃油经济性的降低和速度的提高,都会大大增加飞行成本和环境影响。 那有办法不消耗大量燃油使飞机飞得更快吗? 调整机翼的后掠角,或机翼从机身延长出的角度,使机翼更接近。 可以通过减少空气动力阻力,使飞机更快。 但这意味着机翼必须加长,以达到相同翼展。 意味着机翼需要更多材料,飞机会因此变重,结果还是要增加燃料。 所以尽管飞机可以设计得更符合空气动力学,但这会增加成本。 总体来说,杭斯发现,乘客对于飞机提速的需求不足以弥补这些成本。 所以当军用飞机能在水上和高空进行高速飞行任务时, 超音速商用飞机似乎就像一个短暂且失败的实验。 不过近期的科学发展或许能让它们再次变为可能。 美国航天局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研究表明, 改进飞机外星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的升阵影响。 一种方案是用长钉子延长机头,将冲击波分解成更小的冲击波。 另一种拟翼的设计则以两组机翼为特征,产生冲击波互相抵消。 而新技术可以用替代和合成燃料, 甚至是混合动力飞机解决能源效率问题。 事实可能证明,过去几十年的稳健飞行只是短暂地休息。 通过这些视频继续学习,并且不要忘记订阅, 千万不要错过学习新东西的机会。 여러분可以注意这个视频。 3个月, 나机会。 设计创造型, 10次, 我真的忘记要继续学习新他人。 那两个月, 你得让那两个月, 今天就会再拿拿回来这三个月, 这次有点重复者,